在台灣奢華高檔民宿已經不稀奇 現在台東有民宿把房子改裝成了監獄模樣 從外牆窗戶欄杆甚至飲水缸杯上都有監獄的影子 目的就是要吸引喜歡旅行的背包客 白色建築 灰色鐵網 外牆不僅畫了囚犯 地上還有大大的監獄字樣 難道台灣多了一間外國監獄嗎 後來的客人拿除了有一個T恤 然後他們都會送他們一張 就是入獄通知的明信片給他們 還有臉盆 然後他們這樣整套的 原來這是台東一家以監獄為主題的特色民宿 入住時不僅要拍入獄照 還要換上監獄制服化身壽型人 每晚上睡覺也要住在大通鋪 這裡臉盆鋼杯以應至全 就是要讓遊客感受監獄內的集體生活 以前在紐西蘭也有看過 加上因為我們在這個地理位置 就想到綠島很有名就是一個監獄 然後這樣台東有很多很多的監獄 所以後來我們想 那不如乾脆就用這個當一個主題好了 除了監獄之外還有另外一家一眼就讓人好奇的好地方 一整排圓形牆面把房間設計成寒凍的樣子 外觀就像圓柱狀的大水管 看似簡單但走進房間裡 三坪大的小空間冷氣電視樣樣都有 我們只想說我們把所有的設備裝備好 就包含了床啊什麼 我們就像是一個五星級的帳篷這樣 東台灣不少民宿主打簡約風 就是要吸引愛旅行的背包客 不走高價該以平時的價格搶客 用特殊的概念讓背包客體驗在地生活 記者 亮銀 徐一路 台東 採訪報導